我还是觉得它很优秀 但我现在有一个潜在的担忧 就是如果说你去其他公司上班的话 你的表演包括武术怎么办呢 放弃吗 不放弃 我找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岗位 是跟我现在的这个职能是匹配的 但你要是比如说加鲁斯凯勒 或者说我们台上的任何一家公司 可能就不一样的工作性质了 就这个时候你理解的 你要找的这份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呢 也是帮企业去策划每一场活动 但说实话 其实我们企业如果策划这种活动 评测是比较低的 我们台上有一位企业家 其实挺适合你的 就是小叶这边 可是我是问人他一向企业来的 结果他今天没在 对 他今天不在 挺遗憾的 因为我们说实话 我们都挺喜欢你的 但是我们在企业里面 确实很难给你留港 接下来我们来考察一下 于欢的职场情商 进入职场情商课 公司为迎接新来的大领导 组织聚餐 你作为一个新人 却被人事部安排在 领导们的主桌上 你会怎么办 如果我被安排到主桌上 第一就是我觉得 这是一个机会 能表现自己 提升自己 第二我在这一块 我觉得更多的是 我要做好的 是我应该去帮哪一位领导 或者应该帮去 哪一个我的上司 帮他做好 怎么样子的一个服务 比如说帮他 倒一下茶水 拿一下东西 或者沟通性的 说一些话 更多的可能是 去做服务吧 我想先问一下阿姨 阿姨您觉得 您儿子的回答 如果是十分 是满分的话 你给他几分 十分又太满了 九分吧 因为我儿子 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 他也会经常 跟一些高端的 那个领导客户 朋友在一起 然后他也是这么做的 所以说他今天的回答 也非常让我满意 对于于欢的回答 我其实是给他打十分的 第一他清楚 他为什么能上这个桌 对吧 肯定是他表现优秀 或者是他是迎来了一次机会 那第二呢 就是说他作为这桌上的一个员工 然后剩下的人的层次 情况 他都想去提前做了解 第三就是他去做服务 如果作为一个底层员工 参加这样的聚会的话 肯定是要先从服务端切的 所以我觉得他的回答 其实是非常有逻辑 有层次 也考虑比较全面的 我是这样认为 首先我觉得于欢这个年龄 他达出这个 已经是超出普通的同龄人了 如果说加一点 你可以多跟人事部沟通一下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注意的事项 哪位领导需要我特殊关注 不用靠自己观察 因为既然是人事部安排 他一定是有用心的 到这里呢 于欢 我们的第二环节 马上就要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 三位企业家会做何选择 阿姨 对这个结果您怎么看 对这个结果 我也是那个心里有准备的 来的时候 我也是在鼓励我儿子 我说对 如果要是全场都灭灯的情况下 也是给你一式成长 那您觉得今天 咱们于欢 最后的这个结果 问题出在哪 可能是没有跟他 就是对口的企业对接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可能 就是和于欢的学历有关系 可能有的企业 如果您是老观众的话 应该知道 有的企业 他在招聘的时候 对学历是有严格要求的 我更觉得就是于欢 你对于你自己的能力 已经把控得很清楚了 在舞台上 没有求助成功 不代表舞台下没机会 所以说你现在 我个人觉得你今天全场表现 我都特别地满意 应该是在 你这样的学历背景 和这样的资历起步 你具备了 这个时代年轻人 该有的独立担当 包括呢 想扩大认知的意识 只是缺一个机会 所以在舞台下 好好跟我们企业家交流一下 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机会 提供给你 刚开始没有发掘出来 他的一些 其他企业家发掘出来的一些能力 到后来灭灯以后 我感觉他的这个 在活动策划 还比较有经验的 然后我们其实有对口的岗位 然后比如说我们在线下的那些 商业活动的一些策划 是比较适合他的 自然灭灯了以后 但是如果在线下 然后还有寻求的情况下 可以再找 在个人的知识水平上 一定要抽时间去提升 既然你去自学了 那么多的课程 自我去钻研了 那么多的系统和知识 再见 进步都是挺大的 我是一个不害怕失败的人 但是呢 每一次失败 我希望都物有所知 每一次失败交的学费 我觉得都是要买到自己成长当中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 请将求职简历发送到 非你莫属全拼 2010at126.com 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企业家 想通过我们的节目 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和工商信息 发送到 非你莫属招聘全拼 at163.com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 拜拜